我有一個美味蟹寶謝謝 我是幸福玩的香菇兒 沒關係你有浩浩兒 大家好我是浩浩兒 今天來介紹一個網站好了 這個PoeLeader 那它可以讓你查一些東西啦 例如我們今天比較主要要講的就是 傳奇裝 傳奇裝的級別 它有一個T1、T2、T3、T4、T5 然後還有一個是T0 這是最強的 那我們今天就是介紹一下這網站 好這網站我也會貼給你們啦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它的功能 那首先你進來之後大概就是長這個介面 就這個樣子 那你可以去看說 這邊可以讓你選 你要選ALL的話就是全部 那全部的裝備就會在這 傳奇裝它會顯示出來 那我們今天就看一下BOSS會掉的 這邊是BOSS會掉的 像這幾個裝就是BOSS會掉的 它是寫BOSS啦 像這個就是女王會掉的嘛 然後這個現在是改成UBER 某個UBER會掉的 然後這個小紅王嘛 我記得我們這一季刷這個刷了 一個東西掉出來都是34滴 這個戒指 那就買小紅王的門票去刷就好了 那你這邊就可以看 那我覺得好像沒什麼特別的 那就換第二個 第一個 聯盟的 這個刀子 這個比諾的鋤刀 他是聯盟限定嗎 還是那個當季聯盟才出的 可能是當季聯盟才出的吧 我不太確定啊 像這個 這個就是野獸的 野獸聯盟出的吧 應該是啊 下面也是啊 這個也是貓衣 也是很紅 很多人在用 然後再來就下面就是 Limit Limit其實我不知道是 極限 我不太確定是什麼意思 這一顆 我只能說這一顆戒指很誇張 這顆戒指我賣過160幾滴 對但我 其實不太知道他的用處是什麼 這個也是 這個釣竿 剩下的比較常見 好然後再下面 下面是什麼 這個是 世界掉的 就是一般的王嗎 應該有可能是一般的王 看起來像是 就是像這個 一般的王就會掉 85等的 他會有兩條 85等的王 84等啊 抱歉抱歉 84等的王 掉出來他的物品等級是85等 應該是83等的王 可能希望之前也是 83就可以掉了 就是比較爛的賽勒斯 這應該就不是Uber專屬了 他就會放在這裡 那你可以去鎖定一下 你想要的東西 那順便看一下有沒有你認識的 有沒有一些新手弟弟 像 新手弟弟啦 像我最近就有幾個新手 他來玩POE 我想說欸 那做幾支影片可以讓他去翻一下這樣 那在下面呢就是 這個應該就是 這個應該就是 怪怪的吧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個其實我不太確定 他有可能是合出來的嗎 可以合成的嗎 我不太確定是不是可以合成的 這不是菜單的意思嗎 反正沒關係啊 我們就看下一個吧 這個感覺也是其中一個品項而已啦 就是他們T10到T5其中一個品項 喔這個這裡居然沒有 好那我們直接看T5 T5就是一堆垃圾 呃 呃 好 但應該也是有一些裝備T5很好用的 像這個嘛 這個前期T5超好用 你如果有瓦到什麼範圍效果 欸那你這把就貴了 就前期你可能開機第一天打到 那你就是2-3D走起 這把也是啊 這把雖然說是T5的裝備 但是他可以打出 呃 T0的價值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 好 再往上看 那看一下T4 T4好像應該是 嗯 好像也沒有比較強 有些是命運卡換的出來 像這件命運卡換的出來 對吧 然後這一件確實是蠻厲害的 確實啊 確實蠻厲害的 你要我全部介紹實在是有點難 但是 我加減都認得出來 其實 我加減都認得出來 只是名字有點難叫啊 對吧 就認得出來 那件裝大概是什麼功用 然後是什麼流派在玩 像這個 這個就 加兩顆暴擊球的嘛 這就看起來就是很多人在用 啊這個也是 這個就是 光環師前期可以用的 對吧 然後你召喚師前期明約 你可以帶一下 加一下 加一下優魂什麼的 對吧 然後 然後 手套 這打保守 一堆人在用 最近 最近兩季一堆人在用 不知道在幹嘛 好下一個 T3 來 快要進入正題了 T3看起來其實也沒有到很厲害 但是這個手套是T3我蠻意外的 這手套其實 我覺得好像沒那麼簡單掉出來 因為他在前幾季還是 一雙要6滴7滴的那個價格 只是到最近 他的價格被壓下來 對 因為可以拿爆炸手段應該是變多啦 像最近有什麼 刺青什麼的啊 可以爆炸 或是之前的 霸戰啊 或是一些有的沒的 都可以拿 都可以拿那個爆炸 然後這罐居然是T3 這罐是T3 這罐是T3 哇 這件T3 其實我蠻意外的 這件T3我很意外 因為這件也是很多人在玩的 然後這個 這個應該是最近才變得比較紅 就是這兩季 我指的最近大概就是這兩季 變得比較紅 就這個 剩下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就是 那個迷宮人 以前迷宮人最喜歡的 現在應該已經變成是 捷盜人了吧 捷盜人最喜歡這個 然後再來就是T2的部分 再來就是T2的部分 欸 像這個 這個裝飾T2我就 就覺得他是很OK的 他就是T2 可是你說這個東西 他是T2 我其實就 有點意見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T3 我覺得啦 這個T2我也覺得還OK 這個是T2 哇 這感覺很難掉欸 這個我感覺 他應該是T1級別的 感覺他很難掉 這個 這個我也覺得他有一點難掉 設計打了很 打了很多顆 也沒有打那麼 就是 設計有打啦 但是也沒那麼厲害 然後這是T2 這是T2 這幾件我認得出來啊 聖菩薩嘛 然後骷髏衣嘛 然後這個 這個 冷鋼冤盾嘛 我忘記叫什麼 冷鋼冤盾 就是盾頭 以前盾頭最喜歡的 喔 珠寶他都把它變成T2了 珠寶都變成T2了 所以你要是有打到 我想想喔 你要是打到這件衣服 等於說 等於說你打到一顆珠寶 那你打到了 欸 這個鞋子 你打到了薛朗的衣服 那等於你打到一顆珠寶 你打到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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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筆 哇毛筆 毛筆是T2 毛筆居然是T2 你打到毛筆 那等於你打到一顆珠寶 就這樣 OK 喔難怪 這手套居然是T2 我最喜歡的手套 這個 這個 戰幻師手套 很棒 好那再來看T1 T1的話就是 我覺得是 這個其實有點 這兩個 我剛剛有稍微先偷看一下 我覺得這個跟這個 可能有破浪者 然後其他佛的聖 聖宴嗎 還是怎麼樣的 這兩個東西感覺怪怪的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其他佛的聖宴 Kitabas Fist 好就這樣 這兩個是T2 然後這一隻 這一隻說實在我沒看過 但是 我也不知道 知道的小夥伴下面留言好了 這個為什麼T1 告訴我 來 告訴我 剩下的基本上都有看過 然後再來就是T0 好T0來 喔這件是T1 這件是T1 感覺他跟薛朗一樣難掉欸 我不確定 我不確定那些打寶團的 那個 打出來的感覺是怎樣 我覺得這件其實好像 沒那麼難掉 我不確定 好啦那就看下一件 T0來 大家最喜歡的T0裝 首先第一件 比諾的菜刀 好 怪怪的 不喜歡他T0 怪怪的 然後爪子 呃 也怪怪的 然後這個 這個是T0欸 這個我們這季的新手弟弟有打到一隻 這個 命運的轉折吧 對嗎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命運的轉折 什麼什麼命運的 我忘記他的中文了 我忘記他的中文了 他叫什麼什麼什麼命運 對 然後在下面這個 這刀子 這個大家也是要抽的 在抽那個刀子的 然後這個 這個也是T0欸 太多垃圾吧 這個 這多少錢啊 這應該不貴吧 我感覺他沒有很貴 但是他是T0 這個也是啊 這個也沒有到很貴 那他也是T0 就是特別難打的那一種 然後獵手嘛 獵手大家很喜歡 獵手 這個也是 有複製戒指 然後魔血 大家都很喜歡 然後這個 這個特定的聯盟 會蠻貴的 但是 就這個要看聯盟啦 這個東西 但我也沒打到幾根 不好打 然後這個 剛出來 剛改版的那一機很貴 這個厲害的 這隻錘子是厲害的 所以我們關籃都會賭 前面都會去按這個 這個錘子 然後再來是這個 來基亞塔的 這個大家應該蠻喜歡的 也是剛出來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 這個裝備可以去 前面可能可以過渡 然後甚至打打贏Uber 然後吊桿 吊桿超爛 不知道再創啥小 然後再來是這個 王者之刃的合成 開堂手 強 開堂斧 開堂斧 強的 然後再來是這個 這個我沒看過 這個我真的沒看過 但看起來 應該是有點東西吧 他這邊有被輔助 被Light Tap 輔助 晚點我去查一下好了 他知道小夥伴 告訴我 他是什麼 告訴我 有喔你們要告訴我兩個裝 再來 大地主 強 然後這一隻 這一季也蠻強的 魔暴之痕 厲害厲害的裝 就是可以把閃電轉成混沌的 轉傷其實不好轉 在這個遊戲裡面的轉傷 其實沒有那麼多元 沒有像一般的傷害 大家都一般傷害隨便亂撐這樣 轉傷其實蠻香的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是介紹這個網址給大家看 那以後你們 如果 我不確定他的排名會不會改 就是他T0 會不會偷偷把他拉下去 T1 或是T1偷偷拉上來 那如果真的有拉的話 這個網站應該是看得到 你們就知道說 他有偷拉一些東西上來 把一些東西拉下去 對啊 那還蠻方便的 好那今天影片就 水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那我是浩浩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